不是因為他甘雨被壓迫 不是這樣 不是因為他知道 他必須要自己 要去面對 不管是平或者不平 他都必須面對 那要怎麼面對呢 就是坦然接受 然後在裡頭 這裡面是有智慧的 我記得地毀一下 我看他的稿子一萬四千多次了 就看到很多地方 都有這樣的感覺 因為他剛最後那一行 那一行說甜蜜 有那種甜蜜的感覺 有甜蜜的感覺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很高興 在這麼冷的天氣裡面 我們聽溫暖的故事 聽溫暖的故事 悲哀痛苦 大家都會過 悲哀跟痛苦都是會過去的 重點在你做了什麼 而劉豐松先生 他就做了那麼多事 而且到現在 他覺得他當美人也很快樂 這種非常樂觀的過程 我們是不是在 用掌聲鼓勵他一下 感謝他一下 好 現在過了我們有大概 還有25分鐘 歡迎在座的各位 是不是有什麼要跟劉老師對話 我們是不是先請艾琳達 因為 因為 風松老師這樣不斷的點名 我看他是請你講個話 可以站起來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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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你要到前面來吧 也可以 要到前面來 練這位是大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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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琳達老師現在是教授 他就在 來 用這位給你 我是本來在台北醫學大學 可是沒有續聘 沒有續聘 所以是 我大概很高興看到劉鳳松 好像是 永遠的樂觀主義者 我是比較偏向悲觀者 對 好像我是 本來就是要 比較壞的心理準備 可是我現在很高興 現在有時劉鳳松 有發明一個叫艾琳達主義 跟我想 確實我有這些觀念 可是我大概沒有像台灣人那種 三從四的 或是說 家人家一輩子 我比較沒有這種觀念 我的觀念是 就是像在西方本來有一個話 選舉的時候 Vote early and vote often 這個是以前是在 比較作弊的一個話 就是 你要去早一點去投票 然後一天投票很多次 這是作弊 那麼 我用這個會議就是說 Merry early and marry often 但是我認為是 我們從每一個 每一個對象 我們得到很多生活的樂趣 得到很多生活的經驗 那麼反正我竟然就覺得 我們生活有不同的階段 那吸收更多人的經驗 更多人的這種生活的哲學 我覺得這樣才是一個很豐富的生活 所以這方面我大概跟一般的人的看法不太一樣 那麼可我覺得劉鳳松是另外一個比較豐富的一面 就是說可以一輩子有同一個對象 然後好像是公同度過很多困境 那這個可以說不同的一些子學的觀點 可是我想我真的是堅持這一點 就是說選對象並不是看名利 絕對不是看金錢 而是看是這個有公同的政治投入的一個信念 我們就是有實民感 這個對我來說這個實在是重點 那我這樣的話講得夠嗎 夠了 所以我覺得愛情跟政治 他這個必定是一支 我覺得非常重要 必定是要兵型的 必定是要一支 同樣的投進去 那麼劉鳳松是在我跟石敏德版結婚典禮的時候 是主辦人之一 對不對 所以他應該更知道 OK 好 謝謝 謝謝艾雲達教授 劉老師有話要講 因為老朋友說也要講 他剛剛講 對了 就是他們結婚的時候 那時候是好像負責招待的 還是負財務的 但是有一個事情是 不曉得你還記得嗎 說石敏德有一天晚上不在家 他就打電話給我說 誒 虎虎虎虎 我晚上不在家 啊你去背的愛人打 你不曉得記住 因為那時候很危險 很可怕的時代 先生不在 這個太太一個人在家 因為被監視 被特務監視 在景美的地方 在景美 在 他因為 我是幫朋友忙 等於是去陪伴他保護他 他睡覺的時候 當然不可能 跟他同場睡覺 我就睡在客廳 他就睡在他的房間裡面 結果我睡不著 半夜的時候 一直發現這個很奇怪的一個感覺 誒 旁邊 有人偷看 有有有特務 誒 今天我就是在客廳的時候 就看到 特務就在旁邊 上面那個 小丘上面這樣 看 看裡面 所以真的是一個 很可怕的一個時代 那 我覺得 艾琳達 其實今天主角應該是他 因為我實在是不重要 艾琳達 如果請他來講的話 那就不得了 事情 因為艾琳達真的是 對台灣貢獻很多 你要知道 你要說我是這個 很笨的 不知道是那麼危險 不知道是那麼危險 以後來以後 你應該找一趟 因為艾琳達 非常在台灣的這個 民主運動史裡面 艾琳達是佔了一席之地 這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個走派 他是 我印象裡面 他是在第三世界遊走 所以我顯定台灣 還嫁給台灣人 政治的原因 所以真的是一個 很了不起的一個 美國人 你講過一句話 你有一次 你一次跟我嘲笑 其實我不是先 我不是這樣學習台灣 不是 我不是先走 我說後來再走 可是有一次 在美麗島的時候 你跟我聊天 然後你笑一笑 你說台灣民主化以後 你的艾琳達會走到別的地方去 我忘記了 你有講過這個話 有嗎 我忘記了 你為什麼 我有跑 我有跑 我有跑別的地方看看 可是我們人要換不同旅園 不同的環境 你還要再回來 我有交過一些別的國家的對象 那麼 可是這個也不是那麼容易 都還一個禮學到 你有回來啦 革命家 這個台灣的女生裡面 遠遠超過禮修練 好 好 那還有沒有哪一位貴賓 要發言 現在就舉手吧 插個背 你有話說嗎 好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 因為時間跟集會都很難得 游風聰 基本上是根本沒有演講 在我們這個場合裡面 很少看到你來演講 對不對 所以這是他第一次 可以說第一次 吐露他當年被抓到黑玉 以及他的黑玉人生 第一次的吐露 各位 有沒有人要發問的 好 來 吳老師 你湊合了多少對 你湊合了多少對 來 文先銘 非常地困難 因為我 衛壽美 我就研究很多 很多婚姻制度 也注意很多相關的新聞 我最羨慕的就是文先銘 他有一次的集團結婚有三十六萬人 三十六萬人集體 三十六萬人集體結婚就是十八萬對 他就是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膚色 不同的 他隨便配 隨便配 大家一聽他的話 一配就結婚了 他這個是很厲害的 吐露出來的 沒有 沒有什麼禮婚 沒有禮婚 我了解 因為他們同一個信仰 文先銘配的就是神配的 他不能禮婚 所以大家就一辈子 也適應了 因為只要有問題就祈禱 那就姐姐了 我困難 我非常困難 我雖然也是基督徒 沒有人相信我 沒有人會信我 我不是說 沒有人會沒人聽 沒人相信 因為這個很難 非常困難 非常困難 會少找我做美的人 其實 形形色色的人 都有 一般而言 就是 他一定 一定遇到什麼困難 女生很單純 都是年齡的問題 男生 這個有各種狀況 不能一開而論 但是男生 有現代的這個社會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宅男很多 宅女變成不少 這個宅男宅女 一見面 就沒有辦法 溝通 沒有辦法溝通 就反覆一直看 所以我這裡有會員 他從年前看到老 或者一直這樣看 我看到一千個五百個的 一百個的很 很很很常常看到 那我做美 非常辛苦 我用民主的方式 自己要決定自己負責 所以你要自己選 我已經把我的廣告紙都寫在上面了 我對我的廣告紙負責 我說你皮膚很白 我如果黑我被血很白 我就挨罵 我說他是美女 我如果發現他不是美女 我就挨罵 所以我忠實我所看到的 我所知道的 所知道的 聽到的 體會的 就寫一個廣告詞 至於他們要怎麼決定 我沒有辦法 所以我目前 六千個人來找我 男生有兩千七百多個 女生有三千六百多個 每個月會增加大概 六十個到八十個 六千多個人結婚的 只有一百二十八 二十幾對 那有兩百多對在教 那如果說 當然這樣背後講也不太好 因為來找我的他們都用理智 而不是用感情 我講一個 我剛剛忽然間 現在想到 我到裡面來 我因為提早到一個小時進來 我剛剛怎麼 台北教育大學 這個學生怎麼 男男年齡怎麼多 拉著手 還有在擁抱 也有接吻的 我剛剛校園這樣說 最少最少 有十對左右 拉手抱還有這個在旁邊 我都看到了 我想 因為他們這個年齡就是可以這樣 也沒有問題 可是來找我的都不是這個年齡 都是已經理智了 因為我也做一些研究 也參考一些書 就是說 戀愛的人 他這個後來蠻過多 他這個十幾歲開始 他後來蠻過多 他男生女生就是二十幾歲 就是很喜歡異性 但是過了一個年齡 我不好意思說幾歲了 過了一個年齡 他這個部分就減少 這個部分 他理智就增強 就是看條件 所以我常常這樣介紹 我常常戲稱自己的婚姻介紹說 是婚姻條件交換時 都在交換條件 這個條件交換好了 才能夠產生 進一步產生 試著談情受愛 談感情 條件沒有講好 不可能有感情 所以這樣談條件就很難 但是他談條件以後 他還是理性 然後就不會來電 不會來電 他一談條件當然就不會來電 因為差一點點就不行 所以這個有婦姻 這個說來話想會變成 會佔大家太多的時間 大家可以上網的網頁看 我問這個事情就寫了 三百多篇 網頁上去看 叫做太瑞薩婚姻介紹 太果的太 瑞士的瑞 菩薩的薩 太瑞薩 然後我的年齡也會長 好 大概有一百多對而已 大概百分之二 晚上就立刻行動 好 還有沒有 他是洛老師 老師請問一下 你剛剛只有講說 在那個黑玉裡面 只有講到李瑤這個玉油 那你因為在玉中的劍文 還寫了一本書 可是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機會看到這本書 就是有沒有比較特殊的玉油 就是 就沒有 就是 就是 毒雞黃 所以就沒有 義油 那麼每天 晃晃的時間 剛好 碰到李瑤 會跟他聊一聊 那麼其他的義油 每一島事件的那個義油 有在 台北建議 有同一個社 但是比較特殊的就是那個 患政幼 排中那個患政幼 因為他氣喘 他氣喘 常常氣的喘不過來 他就會 大聲叫我 因為他關在我 對面 啊 我就趕快 會把這個泡棚 泡管伸出去 找那個雜役來 來幫他 所以我的義中 最好的朋友就是 范政幼 因為他把我當作 救命 對不起 有什麼其他 好 來 你好 來 劉老師 我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 因為你的孩子是在青春期的時候 然後你那個時候就 進監牢 我覺得那個時候對於 父母進入 是很重要的一個階段 然後 你剛剛說到說 他們在學校的時候 其實 好像有一個認知 他們爸爸是個壞人 我想知道說 他們在你 坐牢前 然後在你坐牢中 以及坐牢後 他們對你的看法 有什麼樣子的改變 我 這個 觸及我內心的傷痛 這個 在座很多 女性朋友 應該有 一些媽媽 爸爸 其實這個小孩子 在那個年齡 最需要父母照顧 如果 那個年齡 不在身邊照顧 甚至被誤打說 這個爸爸是壞人 那就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就變成我 要說死善後 所以我初一以後 我對我小孩子 我要非常耐心 而且要非常 某種程度的說要 非常正派 或者正人君子 不能有絲毫 被原來洗腦的時候 壞人那種樣子 所以我對於小孩子 其實是 事後 在初一以後 是蠻用心的 就是說你要去補救 或者要以身作折 你要想辦法改變他們的想法 但是我很幸運 我的小孩子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剛剛講的那個老二 他有一次跟我講 老二是念臉書的 我現在在大寫裡面當講師 他說 爸爸你很好教授 我們三個都沒有變壞 我們三個小孩都沒有變壞 我們也覺得很幸運 上帝也在照顧他 好 謝謝 還有 他們好像還有 好 過去 劉老師 你剛剛講那個婚姻 那個 就是說那個統一教 我有那個深刻的研究過統一教嗎 他是這樣說 兩個環境完全不能在一起 只是吃飯 性生活 然後工作賺錢 根本不像台灣一般那種婚姻 就是說有夫婦這種感情 因為完全文化背景不一樣 所以統一教他那個 搞幾百萬歲這種婚姻 跟那個 人類歷史以來的婚姻 都是不正常 因為他根本沒有什麼好談 完全背景不一樣 所以這算是不正常的婚姻 對 我聽到的很多 差不多這樣的一個說法 但是我最近就買了這個 文先領的傳記 好像世界和平 什麼什麼 一本書叫做這樣子 我有練其中有關於婚姻方面的見解 就是他自己的說法 他那個說法基本上 是沒有什麼 邏輯上是可以形成同的 因為他 這個 因為大家不是 不一定是信基督教 他這個很簡單的邏輯 人是上帝所造的 上帝的兒女 人都是很珍貴的 人都是 就是上帝的兒女 很珍貴的 那麼就 不應該有差別心 沒有階級 沒有等地 佛教也是這麼一個說法 所以假定這個道理是正確的通的話 人是幾乎不能男生嫌女生怎樣 女生嫌男生怎樣 這個是一個一個基本的這個道理 然後他那個都是同樣的同一教的信徒 都把他當作上帝的代言人 他就是替上帝做這個媒合 上帝做的 你就聽他的話 而且 聖經也說不能離婚 不能分開 然後他們也不敢分開 當然會遇到困難 他們就禱告 禱告 忍一忍就過去了 就寬恕了 就接納了 就相愛了 他們 你說的那一個 我不能了解 但是我知道他們是 有一年的四分 他一年四分之後 他們就 就是成為一般的福福 我沒有聽說他們只是吃吃喝喝這個性行為 我沒有聽這樣的說法 他們是有四分一年 但是以後就是正常的福福 台灣有一千多對 所以文鮮美在去年過世的時候 台灣的這個 他做媒的那些人 有出來講話 他們說初期都很痛苦 但是就禱告 然後就好了 就好像我一樣 我覺得這個人 也許可以唯心論 也許可以有邪惡上的東西 可以指導我們 這個很難在這裡講得清楚 因為真的 我也覺得很奇異 我也知道很多 我教會的人也說這個不可能 台灣的教會牧師沒有權利 牧師講的話信徒也不會聽 布林更不可能 但是人家怎麼可能 這個就是變成很值得研究的 對不起 好 我剛剛講的那個 還沒講完 好 我剛剛講的那個 文鮮美這種婚姻 這不正常 因為一個丈夫 妻子方面那邊親戚朋友 全部都不認識 就算認識 語言文化也不能夠溝通 所以他們只是生活在一起 性生活工作 然後就吃飯 又糾紛草藥跟討告 這跟普通的一般的 台灣五千年來這種生活 夫婦的結構跟不一樣 那那個妻子 丈夫方面的親戚朋友 兄弟姐妹也全部不認識 就算見過一次面也是 什麼包包樓樓 什麼講錢 什麼祝賀華 很高興認識 但是 生活問題完全不知道 那這種婚姻的話 如果有工作的話 一旦沒有工作的話 這糾紛就很難 因為 家庭如果沒有經濟收入的話 他這很快就變成 又沒有離婚 但是這個好像形同沒落 但住在一起 又有糾紛的倒包 變成這個冠犬相當不應 好 我想我們這個話題就到這裡 來 請 等一下 這個問題 抱歉老師我想跟你請問 你剛才這本 你剛才畫的手冊裡面 你有說你遇到一位檢察官 陳聰明先生 對 那我想跟你去哪 陳聰明先生是不是就做了那個檢察 我來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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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聰明 好 因為這個事情 我附帶講一下好了 因為大概在 陳水敏總統出事的時候 那段時間 有討論到陳聰明 因為陳聰明是他任用的 可是也是他把他 特徵組把他起訴的 所以那個時候記者有來裁謊我 有來裁謊我 因為 只有我跟他有一點關係 我 好像中國時報有 跟一點蠻多的 那陳聰明檢察官 那時候是檢察官 起訴我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有禮貌 非常客氣 這個 對我那種客氣 我是 難以想像的 但是問題是客氣是一回事 他照樣把我起訴 我也知道他沒有辦法不起訴 因為這不是他能夠做的 所以這個我對他也沒有什麼厭言 大概是 就是這位 好 來 這位 我想請問 有些粉絲是你剛剛有提到說 你爸爸是那個 日四時代的時候是警察這樣 然後 可是你年輕的時候又參加選舉 那你是怎麼說服你爸爸說 讓你去選你 或者是說 你們 就是你不 你都不直接管 就不管他了 你就是要選這樣 還是說 吵架還是有一個說服的過程 或是說 你爸爸這會有 諒解你或者是怎麼樣 就是這個過程 想問你 謝謝你 都是抓我這個傷痛來問我 哈哈哈哈 我第一次選 年齡正常 我爸爸就跑到 聖公所有一個登記 登記的那個 你要去選 要去登記 要聯表 我聯表的時候 我去聯表的時候 他不知道 聯表以後要去登記 他已經知道有人通報他 他就守在 守在那個地方 守在聖公所 就是守在他 但是 我坦白的說 我跟我爸爸 是 處得不好 處得不好的意思 不是像一般的 父子一樣 有 有 有說有笑 平常這個 好像關係很好 我爸爸跟我 沒有話講 我這個家人 真的是很辛苦的事情 所以 再有機會的話 我都要考慮 作為比較好 哈哈 好 謝謝 還有沒有最後一位 因為我們時間快了 來 這邊還有一位 等一下麻煩你 先這邊 劉仙這個 今天大家都忽略劉仙還有一個身份 這個就是 以前當過國事館 台灣文獻館的館長 然後 這個應該不是傷痛的問題 這應該是對劉仙是很快樂的問題 因為您在這個收集文獻 方面 其實是有很大的貢獻 這個大家都忽略這一點 那我想說 請問您怎麼會有這種興趣 或您覺得這個志業 對你來說最大的意義大概是什麼 我想請您分享一下 好 要花一點時間 安割一下 沒關係 我就是還沒有選舉之前 曾經聽過康明祥先生的一個演講 他很想在演講的時候 他首先提出一個非常 我們都覺得很意外 我們台灣人要知道我們台灣的歷史文化 我在國中是教歷史 也是要教國文 但是我沒有想到教國中歷史或者國文 要去考驗或去想到 或教到台灣歷史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聽到這個台灣歷史文化 這個東西之後 那時候我已經在台北當官務人了 我就開始要了解台灣的歷史文化 所以我在難事演講以後 我就開始買書 所以從難事開始 我就開始有空的時間就買書 都買了非常多的書 那我現在成立一個基金會 叫半線文教基金會 一定在明年午夜 我有一個方式蓋好 我全部的收藏會放到裡面 我收藏的最珍貴的部分 就是日記時代的台灣文獻 而且這一個部分 將近有一萬冊 大概其中有一千多冊 可能全世界的圖書館都沒有的書 因為我們有核對那個目錄 沒有沒有的書 我大概有一千多種 那這些書大概有一萬本左右 跟台灣文獻館 在做數位化的一個合作 就是說他用十年的時間 把我這個收藏的這個台灣文獻 日文部分 全文掃描 那我將來我這個書 就可以保存下來 我主要是聽康林蔣先生的一個演講 那其中最重要就是二二八事變 我雖然是 我爸爸是有關係 寫話就不多說 我小小也有關係 可是我不知道二二八事變是什麼事情 所以我就首先 最先找二二八事件 相關的文獻跟史料 所以我開始找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這個部分也有找找了一些 然後堅集 台灣說有一切跟台灣有關係的書 後來連現在中文的 現在出版的 我都在收 所以我有一個台灣文化資料館 這個將來大家可以 可以上網可以使用 半線文教基金會 上網就可以查到 好 最後 這一位是 封中團長 那個我 對不起 今天來聆聽您的演講 我覺得過益匪前 但是我做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只做了兩點很簡單的回應 第一點 其實在職前 我一直聽說 您在幫人家作媒 有一點覺得錯愕或者差異 那今天聽我會不會的 為什麼 因為您年輕的時代 看到政治 看到很多人辦政治 把這個拳頭跟鈔票綁在一起 您知道自己介入是不會有好結果 甚至自己要付出代價 但是您願意投入 最後也確實付出了一個不應該付的代價 那麼您離開職場之後呢 您看到很多人在選對象的時候 也把鈔票綁在一起 也把 可能物質 我所謂鈔票是 廣義的鈔票 並不是來講 狹義的那個金錢 把物質 每個人選對象的時候 直接就很刺爐爐的問安 你有錢 你有錢 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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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樣 OK 那麼 您一直 您投入到一個 這一個 去能夠改善社會風氣的一個領域 做所謂的 Silent Revolution 寧靜的革命 這個也是 尤其又取這個 諾貝和平獎的 Dlessa這個名字 用Dlessa修女這個名字去取 我覺得蠻 基本上我覺得蠻有意義的 那麼跟你表示肯定 這其實也是您一輩子的理想 另外一點您剛剛講到說 府上三個子女都沒有人變壞 其實我個人認識的白色恐怖的時代的這些受難者 最高有17年半 我認識的裡面 對不起 我有交情的裡面 有17年半的那個可能很多人讀過他的書 科技化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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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家三個子女都比 兩個 兩個好像都熟你可能知道 一個女兒 一個女兒 好像我認識這些人裡面 我不曉得貴所 北調大的台湾所 或者是鄭大人的台式所 將來會不會出 做有人 有研究生願意做這個方面的研究 其實白色恐怖時代這些受難者 他的子女好像平均 Average 我們並不是說絕對的每一個個案 平均的這個成就 比泛泛社會大眾 這兩個樣本空間的話 好像是成就都比較好 而且目前在社會上都是比較受到敬重的 他能受敬重是因為自己的努力 並不是因為他爸爸叫什麼名字這樣 所以這點鄭明表達的看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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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先生你要不要再回應一下 你回應一下我就 我就來做一個總結 非常謝謝你 謝謝你 我今天真的是 交到很多好朋友 因為我這樣的一個講演 我覺得很意外 很多年輕人也願意來聽這樣的一個演講 就是非常的感謝感動 那我最後如果說我還有一些歲月的話 我就是會留下的應該是我做你的一些成果 做美成敗是一回事 但是我寫的東西 一些寫的很多 我寫的這些書 因為沒有人 沒有做美的人在寫書的 所以我的書一定會流傳 你們可以上網看看我上面的文章 我的新的或者以前的出版物 我的書簡單的說 就是愛領導主義 好今天非常謝謝劉豐松前館長 劉豐松老師 剛剛有一位同學問到 關於台灣文獻的部分 的確劉老師 跟我們即將也會到來的張良澤老師 都是喜歡文獻 喜好收藏 而且都是富可敵國的收藏家 我們期望明年能夠看到他的 這些收藏品 在辦獻文教基金會 沒人那個部分以後再說 找不到先生找不到太太的說再說 他今天非常高興 我們現在要預告我們未來的場次 要從本校要走出去來 我們要到紀州安 那未來的場次就是12月27號 晚上7點到21點在紀州安 這個地方在台北市中正區 同安街107號 一百空親和紀州安 是一個大概這一兩年來 文化活動相當多的地方 那因為我們後頭的幾位演講者 謝禮法 張良澤 陳玉秀 張湘華 南柏州 姚家文 他們都是根據著文學的那個部分 所以我們換到那裡 非常希望大家 要像今天這樣 再來 我們最好的就是每一場都到 每一場都到 讓台灣人權館感受到大家的熱情 那我想今天 我們是不是用最後用最熱烈的掌聲 感謝劉慧慧先生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